注意看 这两个壮汉看上了眼前的这辆红色雪佛兰 两人直接追了上去 他们要劫持这辆汽车吗 这是一部让所有人看了都和尔蒙飙升的改装耍片 他们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改装车厂 丹妮和凯文是这家改装厂的老板 他们每天的事情就是在路上找到一辆汽车 进行改装翻新 之后卖上一个高价钱 在他们的改装历史上已经靠这样的方式赚了上百万年了 这是急速追击的第一集 今天他们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看上了一辆红色的雪佛兰 在与车主沟通无果后 丹妮直接下车询问是否要出卖这辆汽车 在下车询问无果后 继续狂追 车主受不了这样的软模硬跑 于是决定下车商议 这是一辆39年的雪佛兰汽车 这辆汽车在当时仅仅价值650美元 在大萧条时期 这辆汽车的出现直接利亚福特 成为了当时最为畅销的汽车 如果这辆汽车可以拿下 改装之后 它的价值绝对可以达到6位数 在丹妮开价4万美元之后 买家完全不同意 单说这辆汽车改装就花费了6万美元 他用这辆汽车曾经带着他的未婚妻去过各种地方 因此这辆汽车对于车主有着很深的意义 如果换作是你 给你8万美元 你会卖这辆汽车吗 沟通无果之后 丹妮和凯文只能作罢 回到车场 他们的合作商马克为他们带来了一辆69年的福特野马 这是美国大片子弹追击中最火的汽车 曾让无数车迷追捧 而这辆汽车仅仅花费了200美元 而他们要将这辆汽车进行翻新 之后卖到5万美元 与此同时 车厂又迎来了一辆哈雷摩托车 机关头麦克是工厂里的机械师 他最喜欢机关了 所有的车经过他的改装 都会变成机关王 独特的沙马特风格 令他的生意源源不断 这次车厂迎来了一个满是纹身的客户 他想要将自己的纹身应用到这辆哈雷摩托车上面 在他身上几万块钱的纹身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掌鸡脚的头骨 因此这次的订单交给麦克是最合适不过的 来到野马这里 这辆野马由于年代久远 所有的内饰全部都被损坏了 看着满是窗移的控制台 丹妮瞬间压力山大 这次可能要把全部的内饰都要更换一遍 这也就意味着这辆汽车将会花费大量的金钱 远远超过了丹妮的预算 原本这辆汽车丹妮只想要15000美元改装完成 现在看来没有25000是做不成了 经过三周的改装 这辆汽车现在已经进入到喷漆阶段 为了真实还原电影中的那辆野马 他们要为这辆汽车喷上黑色磨砂车漆 再次来到机关头麦克这里 那辆哈雷摩托车已经改装完成了 麦克根据买家的要求 按照买家的纹身量身打造车漆 一共花费了三周的时间 当麦克将车辆开到车主面前的时候 车主很震惊 这辆汽车一改往前的颓废状态 麦克给车身喷上与车主身上相似的纹身图案 使得这辆汽车的气质一下子变得高端起来 最后麦克还为车主打造了一个牛角头盔 和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夹克 并承诺带上这些装备 你就是下一个沙马特之王 街头最亮的仔 车主尽管不再年轻 但也饱到未老 这次的改装车主很满意 并且支付了3200美元 屏幕前的你喜欢这样风格的摩托车吗 此时的野马也改装完成了 他们来到一片沙漠这里 接着麦克驾驶着野马前来 这辆汽车他们为其喷上了黑色的磨砂车漆 在阳光的照耀下 车身泛着绿光 与之前的那辆破铜烂铁相比 瞬间高大上起来 铝合金的车轮毂 再加上650匹马力的超大发动机 再来到内饰这里 与之前的垃圾堆一样的内饰相比 瞬间可以看到这辆汽车的改动有多大 但你也是迫不及待的上车体验 650匹马力让这辆汽车 可以飙升到315公里每小时 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开始出售这辆汽车了 你们认为可以卖多少钱呢 好了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记着关注哦